每一天我们都要用钱 而每时每刻 我们都有机会接到关于钱的信息 或者叫你借贷的电话 我们有没有审视过自己怎样用钱 圣经又是怎样看理财 节目《理财有道》 由冠冕理财事工的港元主讲 让你清晰了解 运用金钱之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 就是永恒遗产 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说遗产这两个字 我们因为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也是一件喜乐的事 因为我们将会回到父亲的家里面 和父亲团聚 但是遗产这件事 究竟有什么可以是永恒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世间的所有的物业 所有我们所留下的物业 其实都不可以觉得一定是很永恒的 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说 她可能不太珍惜 或者她很快就可以将她 我们不要说散了 但是可以使用了她 但是什么才是可以永恒呢 说到这里 我就不如说说我们每个人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几十年 或者多的 现在是可能超过一百年 但是在其中也有很多成功 有很多失败 甚至有很多很失落的时刻 那我们的经历 就是说我们有得性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将我们成功的 好想是分享给儿女知道 但是我们失败的 我们的挫折 我们的软弱 最好我们就收买 不和别人分享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永恒的遗产 并不是将你最喜乐的 或者你全部都是得性的故事 和你的儿女分享 因为其实从错误中学习 是一个最大的得益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这些是我的软弱我失败的地方 我最好收买 因为这些令我减尬 甚至令我收愧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 当你的儿女 她能够听到你这些经历 不从道覆车 是再经历一些失败和痛苦的时候 这件是一件 几美满的事呢 因为如果她从你的错误当中 是学习到的 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她要从自己的错误里面 学习到的 她一样是会得到你的经历 就是那种痛苦 那种失落 那种挫折 所以我们在永恒的遗产方面 我们会不会也考虑 将我们失败的经历 将我们投资失误的经历 将我们在用钱不当的经历里面 我们也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分享 而且你越早肯愿意 在你的儿女成长的时候 和她们分享这些经历 她们的得益就是越大 因为你的诚实 你对她们的爱 更加容易打动她们的心 以至于她们从小就可以遵行主的道 以至到老也都不离弃 因为你和她们的分享 真诚的分享 在家里面告诉她 我的钱是怎样用 我怎样投资 我怎样辛努的工作 是有这份的入息 然后我又怎样去储蓄 我亦都将我当立的交给神 甚至我超乎她的能力 我亦都可以去帮助人 这些一切一切 和你子女的分享 就会成为她将来 是最容易得到神的祝福的 一个最大的礼物 因为她们已经是懂得 怎样去理财 在这方面 我们也有很多圣经的真理 是可以和人分享 和你的子女是分享的 在旧约圣经生命记六章里面 其实我们是有这样的教训 因为我们无论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是起居饮食 无论我们行走在路上 或者我们躺下休息 甚至在家中 我们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都要谈论 神是怎样教训我们 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记得我们怎样行主的道 以至于他们到老 都不会偏离 在这个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当我们用我们的生活习惯 当我们用我们的活出神秘的生命 来指引这些孩童的时候 其实他们从小就可以知道主的路 我们不需要入到课堂 我们也不需要他上什么课 更加我相信 你不需要谈论到有什么课程 是要指引这些小朋友 你的下一代 而他们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得到一个见证 从小就去学习 这样的一个遗产 就是一个永恒的遗产 你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开始给他们的 其实虽然我们提到遗产的时候 我们不再需要有这种担心 就是说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 见到主面的时候 我才流落一些什么 而是当你在享受你的家庭生活 和你的儿女和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可以将这个永恒的遗产 圆圆不绝地灌输 和交托给你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讲到 究竟永恒的遗产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 记得我们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是由今天要开始 我们就是由今天开始 将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的生活 圆圆全全地交给住 在这个时刻 我们更加是能够 将自己的生活 创得是更好的 因为我们再不会担心 我们隐蔽的一面 我们过往不好的一些东西 是被记录下来了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 在今天开始 已经将我们要隐蔽的 都完全是放开 完全是交托给主 所以我们下一代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凭主的能力 凭主的亮光 凭主的圣灵 带领 而给我们过的美好的生活 还有除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命的表现之外 我们还要传授给我们 下一代的就是智慧 这个智慧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 而是从神而来的智慧 我们知道大卫 他的一生 就是与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以至于所罗门知道第一件事 求上帝给什么他 就是给智慧 因为敬畏耶和华 然后是智慧的开始 当然我们已经是将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心 敬畏神的心 是显露在我们生活的行为当中 但是我们仍然是要我们的下一代 求神给他们的智慧 怎样才得到这种智慧呢 就是圣经里面的华语和真理 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 我们要跟他读圣经 由简单的圣经故事开始 以至圣经的金句 跟他们一起分享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了圣经的华语 做基础的时候 单是靠看人的生活 看人的生命 他们是不会扎根 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扎根 求神的智慧 所以当我们教养孩童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一个真是 成全到的遗产的时候 我们也要将神的说话 神的话语 圣经里面的故事 圣经里面的金句 针言全部是与我们的孩童来分享 当我们能够做到 将神的智慧 是给我们的儿女承受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发觉到 我们所遗传下去的 就不是单单 是我们人能够做到的事 而是神直接 将祂的福气来到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如果是能够做到 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生活和一个成全的时候 我们就不负神的所托 我们的生命也是 在这个世间里面 活到做出神的一个 忠心良善的管家的生命 所以在我们冠冕的众多课程里面 我们除了是用圣经的话语 作为一个基础之外 我们有身体力行 和我们是要讲成全 我们除了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言语 做一个好的榜样 给我们下一代看到之外 我们真的要将圣经的话语 神给我们的祝福 是要交给下一代 要他们真是承传在真理里面 给他们真正的福乐 我们希望各位 真是在见到主面的时候 听到主讲 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亦都是让你的下一代 很清楚明白的 主给他们的福分 就是从你以来 传授给他们的智慧 传授给他们的真理 愿神祝福各位 冠冕理财事公协会网站 crownfinancial.org.hk 或致电9147-682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